這邊現在記者所在位置就是清水沙灘 隨著颱風威力不斷增強 現場可以感受到整個常浪不斷拍打上岸 而且附近又緊鄰藍洋溪出海口 每年颱風淹水成了常態 立起碼颱風帶來的風雨逐漸明顯 光是在五街鄉就有上百戶人家 處於低洼一淹水地區 藍洋指揮部出動20多名官兵 協助裝填沙袋 一光一袋就有五公斤重 我們來聽指揮官的說法 我們現在整個南洋災防區區分四個災防分區 有宜蘭災防分區 羅東災防分區 蘇澳以及礁溪 分別預置在六個點 那這個六個點有四個是在外部 有兩個是在營區 那其中像背後看到的這些弟兄 就是預置在羅東相通所 因為風雨是一陣又一陣 當沒有下雨的時候 現場感受是相當的悶熱 國軍弟兄不為辛苦總動員 就是為了確保民眾在颱風期間主的安全 以上是現場清新主播 好的 強台利息碼是來勢的洶洶喔 臺北市的水利工程處也準備關閉河川的署